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明朝的版图究竟有多大 说实话 历代都是众说纷纭 不过大致上有这么几种说法 第一种 比较夸张 说明朝有48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第二种 也比较夸张 说明朝只有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第三种 相对正常一点 说明朝有99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么 问题来了 大明朝究竟有多大呢 哪一种说法比较靠谱呢 以4800万平方公里 显然是不靠谱的 如果这个数据是真的 那咱也别打了 全世界都是一家人了 这还打个毛线啊 明朝的时候 美洲 非洲 澳洲 还没开发呢 没什么承建制的国家 整个世界 也就欧洲和亚洲 那么欧洲和亚洲一共多大呢 欧洲大概有1016万平方公里 亚洲有4458万平方公里 这两者加起来 不过才5474万平方公里 大明朝一个国家就占了4800万平方公里 剩下那点边角料 给欧亚大陆上其他所有的国家分吗 这未免有点太过分了 所以说 这种说法是最不靠谱的 但是事出必有因 为何会出现如此夸张的说法呢 主要是因为郑和下西洋的事情 郑和这个人比较猛 虽然是个宦官 但是在战场上是勇猛异常 深受明成祖朱棣的器重 因此 朱棣将下西洋的任务交给了郑和 郑和不如使命连续7次下西洋 最后一次是在明宣宗时期完成的 这7次下西洋的过程中 郑和路过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包括了爪哇、苏门达拉、苏禄、彭亨、真拉、古里、 贤罗、绑嘎拉、阿丹、天方、佐法尔、呼鲁摩斯、 穆古都树等地区 从这个记录上 我们可以得知 郑和最远到达了东非红海一带 等于说亚洲南部板块 基本都被郑和的船队走遍了 就连非洲东部也有郑和船队的踪影 这就太牛了 那时候航海技术落后 郑和能带领一支几万人的船队走那么远 不得不说郑和的指挥能力是一级棒的 由于郑和也是出手阔绰 而且他带领的军队战斗力强悍 因此大量国家选择前往明朝朝贡 一度出现了万国来朝的永乐盛世景象 因此 不少人认为 郑和下西洋不仅仅是让这些国家前来朝贡 而且还标志着大明朝已经征服了这些国家 这么多国家的面积加起来七凑八凑 终于凑出了4800万平方公里的地盘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当然不是 因为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是以友好外交为主 宣传明朝神威为辅 顺便再帮朱棣找点人而已 压根就不是跑出去征服人家的 因此 这些国家都不属于明朝的地盘 至于万国来朝的局面 实际上也很好理解 明朝那么有钱 而且愿意随便撒钱 只要一个面子罢了 这些个小国家自然愿意派使者前去给明朝这个面子 从而获得大量的赏赐了 二 四百万平方公里 未免也太瞧不起明朝了 这又是从哪儿得来的根据呢 这部分人认为明朝的地盘只有汉地十八省而已 这汉地十八省指的具体是哪些地方呢 你看这个华北地区有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华东地区呢 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 华南地区有广西、广东 华中地区又有湖南、湖北、河南 西南地区有贵州、云南、四川 西北地区又有陕西、甘肃 这些地区居住着大量的汉人 因此被称为汉地十八省 也是中原王朝统一天下所必须要拿下的地盘 这些地盘加起来估摸着也就在四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因此很多人便将明朝的面积划定为四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这么说有一定道理 但是绝对是错误的 为啥呢 因为明朝所能控制的面积远不止这些地方 首先大家很熟悉的东北地区 看似女真族取得了独立 实际上他们依旧受到明朝的控制 明朝在这里设立了努尔甘都斯 是专门管理这里的 就包括后金太祖努尔哈赤 也都是明朝册封的官员 努尔哈赤之前 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良 一支都是东北地区的土皇帝 其次西藏地区其实也受到了明朝的管辖 明朝在这里设置了乌斯藏都斯 当然了 明朝对这里的管辖是比较宽松 连驻军都没有 只有册封权 再者 明朝对青海地区采取了机密制度 啥意思呢 就是说明朝通过一定的军事手段 对当地进行统治 但是地方上也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 还有明朝在甘肃内蒙地区设立的 一系列的都斯猥琐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北方蒙古大军继续南下 基本处于军管区 而且与蒙古集团在该地区有来有回 所以说 我们绝不能因为明朝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比较宽松 就认为这些地方不属于明朝的范围 由此可见 400万平方公里的说法也太贬低明朝了 不可采信 3.99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或许才是大明朝真实面积 从以上的分析 我们就能得出结论 除了汉地18省的400万平方公里土地外 明朝还应该加上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东北、 内蒙部分地区的地盘 西藏有123万平方公里 青海有72万平方公里 甘肃有42.5万平方公里 宁夏有6.6万平方公里 再加上东北和内蒙的部分地区 明朝拥有99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 还是比较中肯的 那时候的东北地区比现在的大太多了 当时勒拿河贝加尔湖以东地区 可以全都称之为东北地区 这里是女真人的故土 女真人又接受明朝的统治 因此这里的大片地区都应该归属于明朝 只不过后来 沙俄在清朝的时候 是不断压缩我们的东北地区的权益 这才使得后来的东北 成了黑龙江以南的关外地区 版图面积最好别夸张 也不要妄自菲薄 理性看待各大王朝的版图面积 其实是很重要的 相对于明朝来说 清朝的确在版图上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比如说东北地区在明朝 其实处于半自治状态 可到了清朝以后 却彻彻底底融到了中原王朝之中 还有新疆地区康熙打服了戈尔丹 乾隆灭掉了种戈尔韩国 左宗堂击败拉古柏 从而使得新疆成为了我们牢不可破的固有国土 我们今天的大美新疆去那旅游 不要忘了左宗堂、左大人 包括蒙古地区 那时候内蒙和外蒙在清朝的努力之下 成为了清朝的地盘 他们对这里的管理有点类似明朝的机密制度 所以说明朝和清朝对地方的管辖方式存在一定区别 这些区别可不是判定领土面积大小的因素 我是羊堂主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 好 现在 like 咱ほ去 我们你在什么洋败 climbs 对 我